这是一条看不见的维度线 它穿越了四大文明古国 这条线上神秘事件评传 2015年 我们踏上了探险的旅程 风水是中国历史悠久的一门悬术 深深影响中国人的食衣住行 各方面活动 古惠州地区的黄山 有着奇特的风水信仰 他们建造了传型的西地 流行的红村 以及八卦格局的城坎 这些古村落的格局 代表着什么意义 和风水有何关系 今天科与国将带您 进入这些神秘的风水宝村 揭开中国风水学的神秘密杀 这一趟我们来到辉州 不只见识到了黄山 就大自然的龟腹悬宫 另外呢 我们也见识到花山迷枯 这人为创造出来的一个奇迹 那来到辉州 当然不只看黄山 不只看花山迷枯 另外有样东西 也很值得我们去探究 究竟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 结合了自然 以及人为的风水学 那说到风水学呢 其实在辉州这个地方 有很多村落 他们在建村的时候 会融入一些风水在里头 像是呢 我们现在来到这个西立村 我们远远看过去 看着村庄它的格局 其实就很讲究风水 怎么看呢 我们可以看看 这村头跟村尾 是呈现是比较尖型的 但是呢 在村落的中间 这腹地呢 是比较宽的 远远看过去 我不知道观众朋友 会不会觉得它很像什么 很像一艘船 加上这一旁的地势起伏 很像我们在航行中 所遇到的大浪 然后呢 我们就搭着这个船 在浪中啊 就乘风破浪 那我们知道过去呢 在辉州其实有很多的商人 他们都要出这远门 去经商做生意 那也借这样的风水啊 就让他们在这个 出远门的过程当中 平安顺遂 那其实讲究风水的 并不只有我眼前的西地村 在其他村落也一样看得到 只剩我们现在来到西地村 当然我们就先带观众朋友 进到西地村里 好好的研究一番 西地村建于西元十一序纪的宋朝年间 是黄山序境内最具代表性的古村落之一 村内民居多为明清徐旗留下来的灰派古建筑物 而西地名字的由来 则是因为河水向西流进这里 所以最早名字是西川 之后在村内设有驿站称 铺地所 西地因此而得名 刚刚在制高点的时候 我们看到整个西地村就像是一个船型 那我们现在站的就是船头的位置 那过去这里一共有13座的牌楼以及牌坊 但是现在却只剩下眼前的这一座 因为其他的12座 因为经过这个文革时代都被破坏掉 不过现在寿国仅存的这一座 却是最具代表性而且最特别的 那看看这个牌楼上头写着焦州刺史 那为什么写着焦州刺史呢 在明朝的时候这西地村出了一位焦州刺史 他叫做胡文光 他担任这刺史的时候呢 因为平倭寇有功 所以这皇帝特别要彰显他的功绩 准许在他的家乡可以盖这么一座牌楼 可是有趣的是什么呢 就看看上头他写着恩荣两个字 写着恩荣两个字呢 就是说啊这皇帝 准许你盖牌楼 但是呢这盖牌楼的钱啊 要自己出 如果上头写的是玉字或圣旨的话 那当然政府就会帮你出钱 所以这座牌楼呢 是胡文光自己啊 掏钱出来盖的 台方以着池塘而建 夏日的风徐徐吹来 颇有几分险境 再加上古灰派建筑特有的白墙 黑瓦 码头墙 犀利的美 无可言喻 也难怪大街小巷中 总会见到许多学生 静静地坐在一角 用手上的画笔 把眼前的美景描绘下来 晖州呢 有一句俗言是这么说的 前世不休 身在晖州 十三四岁 往外一丢 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啊 这晖州这边的地形很特别 山多 地少 平原少 那当地人呢 当初啊 过去他们是农作居多 但刚刚有说啊 他这个田少嘛 所以呢 相对是比较贫穷一点点 那于是啊 这个小孩子长大了之后呢 他们也希望 可以送他们到外地 去学这个一技之长 那我们刚刚也说到这个地方 因为地比较小 所以我们在这个西地村里面 你再看 你看明显看到这个街道啊 就显得是比较窄一点 而且呢 玩玩去去的依照这个地势啊 来建造 那看到这个房子啊 也特别的紧密 那不过呢 说到这个房子 如果密的话 万一发生火灾怎么办 灰州人呢 他们也很聪明 他们在房子跟房子之间呢 就建了一个 像我前方那边 有一座这个码头墙 那最主要就可以起到 这个防火的作用 那刚刚在身上 我们已经说到了 其实在西地村呢 他们是整个村的 这个建造格局呢 是讲究风水的 包括它的民居里面 也有一些风水设计 待会我们到到一些 古民居里头呢 再跟观众朋友 好好来分享 穿梭在狭小的巷弄间 许多民居 历经风霜 却更有韵味 在巷弄中走着走着 仿佛就像穿越了时光 来到了明清时期 只是游客的喧哗声 不许打破这份宁静 把我们从遥远的思绪中 拉回现实 我们刚刚说到 这西地村里面的巷弄 是狭窄了许多 不过来到这个地方 你会发觉 这道路似乎稍微宽敞了一点 看到旁边这个门呢 为什么会退一步 看看上头有一块匾额 写的是什么 做退一步响 当初住在这一户人家 是个大户人家 而且是个四品官 他当时呢 为什么要立这样的一个匾额 因为他希望做人处事 就是要退一步 还过天空 就是秉持这样的一个胸襟 所以他把他的门 也往后退了一步 为什么要退一步呢 就是方便人进出 或车辆在转弯的过程中 是比较方便的 那说到这栋楼挺特别的 这栋楼呢 是古代的绣楼 绣楼是做什么用的呢 这样可以 你在上面干嘛 我在找帅哥啊 找帅哥 嗯 你知道这个是什么楼吗 绣楼 所以你要在上头抛绣球吗 对啊 可是我帽子可以吗 行啊 可是我觉得你丢钱比较快 干嘛这样 好啦 我要去别的地方走了 去看了哦 所以 你要待在上面吗 我 好啦好啦 那你就待在上面 待会见了 灰山众序教育 不少灰山子弟 藉由科举考序进入序图 这种官商结合的方式 使得西地人越来越富有 据统计在明清两代 被授予官职的西地人 就有一百一十五位 其中官职最高的是 清朝二品官胡尚增 它在西地的私底 名为鹰浮堂 很能体现西地人的风水观 我们现在呢 进到这个鹰浮堂 那为什么叫鹰浮堂呢 最主要就是 蒙寿黄恩 福气满堂的意思 那进到这个鹰浮堂呢 第一个你会看到一个天井 那我们知道天井的作用呢 有挺多的 第一个呢 就是它可以采光好 那它也通风 那再来啊 还可以防盗 那另外我们看到中间呢 有一个蓄水的设施 在风水学上呢 这个就是肥水不落外人田 加上我们可以看到 这房子呢 这四面呢 都不开窗 只留一个天井啊 这个就是有聚才 这样子含义在里头 我们之前有说到呢 这户人家呢 是个二品大官 所以可以看到 这一旁的柱子上呢 有一些木雕啊 上面雕的是什么呢 雕的是狮子 狮子代表什么 就代表是位高群众 不过呢 我很好奇哦 就是刚进到屋子里面 看到这里头呢 还住着一户人家 我想这很有可能是 当初这位大官的后代 我们去问问看好了 嘿大哥你好 所以大哥您姓 姓胡 姓胡 胡三征的后裔 哦 真的是他后代 所以你是他 第几代的这个后代 第九代了 第九代了 对 衣服堂是典型的灰派民居 有着三进三楼的气派规模 庭院虽然空间小 却巧妙运用各种手法 在有限的空间内 营造出虚情画意的环境 也颇有几分达官辅地的氛围 胡家的后人 世世代代居住在此 也让这古宅多了几分火气 其实在古灰州地区 不少村落 都像西地这样 一山傍水 同自然融为一体 充分体现了 灰州人天人合一的风水观念 接下来我们要前往的红村 也是非常具代表性的 风水谷村落 刚刚我们离开了西地 现在来到了红村 红村跟西地一样 都很讲究风水 从哪边可以看得出来呢 刚刚我们在西地的时候 它整个村子建造 是以这个船型为概念 不过在红村很不一样 它是以牛型为概念 那为什么要 以这个牛型为概念呢 那我们知道这个牛 代表的是什么 代表就是勤奋 那勤奋的人呢 才可以致富 而且这头牛呢 还是头卧牛 为什么要踩这个卧牛呢 那最主要 这致富之后 当然还要守住财富 那怎样可以看得出啊 就是以一个牛型为概念 来建的一个村子 像是在我身旁 以及背后呢 有两棵树 代表是什么 代表就是牛角 那另外呢 其实啊 它这个还有其他的部分 像是有牛头 有牛肠 有牛身 有牛腿等等 待会到这个地点 再跟观众朋友 好好的分享 红村建村于北宋年间 是汪氏家族的居住地 明朝永乐年间 汪氏族长请来风水大需 依照风水原理 改建了村落格局 并因水入村 使得红村有着一套 完整的供水系统 进到这个红村 你发觉啊 它的这个小巷弄啊 真的是错综故杂 那走在里头呢 真的很容易啊 迷失方向 不过呢 一旁呢 我们可以看到 有很多的水道 而这水道代表什么呢 其实啊 刚刚我们在进来的时候 有跟观众朋友分享 说这是以一个牛型的概念 来建的一个村子 那其中 这水道代表就是什么呢 代表的就是牛肠 那如果你迷失的方向怎么办呢 很简单 你就只要看到这个水道 沿着这水流的方向走 你就可以走到这个出口 或者是这个大马路 或许观众朋友也会跟我一样 很纳闷 为什么这地方 为什么这么多的水道 最主要呢 这当年呢 在南宋时期 有一位汪姓人家 他那时候呢 因为他过去在老家的时候 曾经发生过一场火灾 所以后来他来到这边 建村的时候 他房子先不建 他先建什么呢 先建的就是水道 那建水道呢 做什么用 最主要就是防火灾 那当然早期的时候呢 不仅这水道 就在起着这个防灾的效用 那另外呢 这日常的饮用水啊 也取自于这水道里面的水 那我们现在呢 就要沿着这个水流呢 算是逆流而上 好 我们到这个前方了 继续啊 进行我们的小探险的 走 沿着蜿蜿的水道 走在村中 就能体会这水道的妙用 因为村民一出家门 便有源源不绝清澈的水 不管是洗衣 擦地 日常用水 都不必在长途远舍 辛苦打水 这种我家门前有小河的景象 也构成了红村独特的风貌 现在呢 来到这地方啊 叫月早 那由于呢 它的形状 看看是半圆形的 又叫做半月堂 那以整个村子啊 就是这牛型的这个结构来看啊 这边是牛味的位置 而且呢 它是一块风水宝地 所以要住在这里呢 你必须啊 是一些德高望重的人 才可以住在这 那我们可以看看这样的画面 观众朋友呢 相信啊 你会觉得真的是挺漂亮的 那一方面呢 也会觉得很好奇 为什么这池塘 它要盖这个半圆形 而不是整个圆形呢 有句话那么说啦 花开则落 月盈则亏 做人做事都不要太满 留一些空间啊 给后人去发展 所以呢 他们就把这个池塘 是做成这个半圆形的样子 看过去呢 有山 有水 有老房子 所以这边还被称为 是画里的乡村 那我相信有很多观众朋友 都看过许多的这个电影啊 还有这些节目的场景啊 其实他们都选择来这边取景 尤其最有名的就是卧虎长龙 有一场呢 在这个水面上 蜻蜓 点水这个戏呢 就是在这里拍着 相信观众朋友 现在想一想 应该是有印象吧 至于红村老一辈人的说法 当年在开花月堂之后 风学师以风学的角度来看 认为牛要有两个胃才能反除 于是将村子南方的白亩田 挖成另一座湖 来到红村呢 我们之前看了牛角 就是那两棵树嘛 一个是红阳树 另外一个就是白果树 也看了牛肠 就是上中间的这些水道 也看了牛胃 就是越早 那观众朋友会很好奇啊 那牛生跑到哪里去 其实这牛生指的就是我背后 也就是村子里的这些老房子 就是牛生的部分 至于这座湖呢 叫南湖 它是牛肚子 我们可以看到 远远的在对面 坐落在这湖的边边上 这有一个南湖书院 那其实我们刚刚说到 这个惠州商人很多 那也提到说 市农工商 这商的地位是最低的 所以这些致富的商人呢 他们也希望他们后代 未来可以当官 所以他们几个姓光的家族呢 大就集资建了这样一个书院 希望他们孩子都可以多念点书 那将来可以考取公民 那在当地呢 有一句俗言就这么说了 这养儿不读书呢 不如养头猪 三代不读书呢 不如养窝猪 可见呢 他们对于这读书啊 是多么的去重视它 那另外在我眼前呢 其实有一条河 而这个河上呢 有四座桥 这四座桥呢 其实就是牛腿的部分 那我们紧接着呢 就去看看这四条牛腿 走 自古以来 只要有会议商聚聚的村落 无论规模再小 都有十户之村 不费朗诵的坚持 并以宗族的财力 为宗族子弟 提供正规的学校教育 像是朱姬和胡须等 著名学者都是会议商之后 甚至光是修宁一线 从宋朝到清朝 就出了十九名文武创源 而被称为中国第一状元县 就不知这辉州的地灵人节 和风水有没有直接关系了 今天晚上呢 我们就住在这红村里头 那刚用过了晚餐之后呢 我们找了一家客栈入住 那这个客栈很特别 它一样是灰派建筑的老房子 然后改建成这个旅馆 那感觉上呢 这是原汁原味 刚刚呢 还下了一场雨 所以这天气凉爽许多 相信今天晚上一定可以睡得挺好的 好 明天一大早我们还有行程 所以我们今天晚上呢 就早点睡 OK 201 我的房间到了 那咱们晚安啦 明天早上见 今天在整个红村 大多数人还在睡梦中时 我们起了个大早 没有游客的红村 显得格外的悠闲 我们按既定行程 一早就得离开红村 回到黄山市区 不过今天呢 不谈风水 要来拜庙 拜什么庙 祭拜我们的五藏庙 来到黄山呢 当然要好好来品尝一下 它当地的灰彩料理 那我们知道呢 这黄山呢 有三食特别出名 你知道哪三食 我知道 食斑鱼 食饵跟食鸡 对 答对了 那其实这趟来到这个黄山 我们也特别是邀请到了 一位名厨 来帮我们做制作几道 非常有名的灰菜 但是这个名厨很特别 它说食斑鱼它有 但是呢 食鸡跟食鵝没有 叫我们自己要去买 对 对 那我们现在来到的 就是一个传统市场 看看离房间挺热闹的 相信在这边要买到 食鸡跟食鵝应该不困难 对 那我们现在就进去采买吧 好 走 往那边 往那边吗 好 从字面上来看 食斑鱼肯定就是鱼 至于食鸡和食鸡 长个什么模样 我们可就没有概念了 不过在询问了 食厂里的人后 得到干货店里 有卖食鸡的讯息 这家问问看 好 老板你好 老板 其实你这边有没有食鸡 有 你这边有食鸡 有的 在哪儿 食鸡是哪一种 这些都是 这边这个都是食鸡 这些都是哦 原来这就是食鸡啊 所以这个老板 这个食鸡是不是要在 怎么样的一个特殊环境下 才长得出来 这个跟可能 湿度啊 日照啊这些 比较有关系吧 是 因为再加上我们这一带 属于北纬三十度的 比较容易生长 所以在北纬三十度线上 才有的 刘老板告诉我们 食鸡是长在食壁上的 菌类植物 营养价值极高 加上生长缓慢 及采收不易的因素 所以价值不菲 就于徐姬根据刘老板的说法 徐姬是生长在 山谷徐凤建的娃妹 平时市场上并不多见 在他的介绍下 我们开车来到山里 一家刘老板 很有开的食鸡养殖场 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 食鸡养殖场 那来到这个养殖场呢 我觉得这个养殖场很特别 那当然了 刚刚简单问了一下大哥 他说因为这个食鸡 对他生长的这个环境 非常挑剔 所以他们就模拟 他生长的环境 那现在简单问一下 食鸡跟青蛙是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食鸡和青蛙很多 有几点 第一点 食鸡它的环境要三泉水 在那个山林中 山谷中才能养殖 才能繁殖 是 青蛙就在一般的田里 都可以养 是 而且食鸡生长周期要三年 慢的话可能要三年半吧 所以它三年才可以长大 长到二两到三两 还这么少 如果长到五两要可能要五年吧 这么久 对 哇 那肯定肉质上是比较扎实一点的 对 青蛙是长多少时间 一年就够了吧 对 差不多 而且水温要求高 夏天不要超过二十八度 二十五六度最好 是 而且长一年活水 嗯 青蛙就死水就可以了 是 而且青蛙产长多 是 实际产长很少 青蛙产长一次 青蛙产长几千粒吧 实际才 最多才六百粒 那所以它的实际的本身呢 它的价值是比较高的 很高 所以比较贵 比一般的就是青蛙贵嘛 它实际我们看 它弓的母的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这是弓的 这是弓的 这个还没有太成年 这不是 腹部会带刺哦 带刺 一点一点的黑点嘛 好 我摸摸看 这个还没有全部找出来 摸起来刺刺的 这个呢 这是母的 这是母的 就是它光滑 光滑的 所以分辨 公跟母就是看它这个腹部这个地方 有没有刺 有刺的是公的 没有刺的 比较滑的就是母的 然后它的脚像手一样 不像青蛙不一样 青蛙是脯对不对 对 你看它这个嘴巴呢 线三角形的 青蛙不是的 青蛙蚕形的 就简单从这几个部分 就可以分辨说 这是一般的青蛙 这还是徐姬 顺利买到了徐尔和徐姬 达成任务后 我们带着新鲜食材回到黄山市区 准备拜访大厨 让它一展身手 被朱姬誉为江南第一村的承坎 村内的巷弄错综复杂 号称三阶九十九项 为一个完整的九宫内八卦格局 当地流传一句话 石油九迷路留在承坎府 下一段回来 带您由承坎八卦村 品承坎八卦宴 听风水大师 去分析承坎风水的奥秘在哪里